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 今天的在线观众席的问题 好 再选一位网友 阿安问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南海的朋友圈 在不断扩大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了 菲律宾提起的南海重彩案 只会使自己更加孤立呢 会不会 是不是很有可能啊 那我们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 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赵磊 请他给我们做一个回应吧 赵先生 从长远的趋势来看 中国基于更有市场更受欢迎 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 逐渐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他们可以从一个发展的中国身上获益 那么这将成为一个潮流 那么菲律宾是逆这个潮流而动 那么就中非关系来说 那么菲律宾和中国的其他周边国家 在南海问题上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 这个从万中获利 而且群狼战术 以斗谋权等倾向凸显 国际社会会逐渐认清一点 就中国在南海维护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国家主权 实际上也是维护战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 这将成为一个各个国家会逐渐认同中国的一个原动力 所以中国的朋友圈会不断扩大 好的 非常感谢赵立先生的这个评论